如果咱们中国的古代神话中的神兽限制成了韩国首尔的吉祥物 更奇葩的是,在Instagram上,韩国人百夫大神兽的漫画贴上了韩国文化的标签 这是游馆上的一个韩国的教授 他的一些观点是,认为汉子是韩国人的祖先发明的 我想看看那些精神韩国人怎么给这些视频洗白 好了,再去想吧 这东西 都吃吗 烦恼都走开烦恼都走开 搅拌都走开搅拌都走开 倒霉都走开倒霉都走开 啊啊啊啊啊 快人都走开快人都走开 烦恼都走开尴尬都走开 失来没走开失来没走开 当你的天空突然 下起了大雨 乱使我再为你插 让你的法子 灰烂有着风吹过那时